加一线冬始凹果湿地原本是后鸟的天堂 但今年后鸟的数量大减 加一线野养学会常用监视沉建化 最近就是他的脸书po文 指出凹果湿地的后鸟都搬家 不要是湿地内的水质受到污染 加上有人摸黑到湿地捕鱼 如果问题不改善 未来凹果湿地将不再是后鸟的重要提取地 是加一线自然生态的一大损失 记者到凹果湿地访查 发现湿地面的鸟矿确实变得很差 原本是处可见的如此 如今都变成稀客 而黑面皮肤的数量同样少得可怜 对此 台塘中史农场主任程耀祥想较 台塘续职场排放的污水 都有经过环保局检验通过 绝对没有污染问题 至于捕鱼是 因为农场夜间没有人值班 希望鸟友及警方 下降查期 听后报记者黄泉 下一报答 请不吝点赞